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用四肌豆分享一个好吃的焖面做法 四肌豆先切头去尾,再切成长段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2块钱的猪肉切成片 切完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大蒜切片 大葱切段 干辣椒切成段 最后准备一块生姜,切成细丝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油 鱼肉放入大料炒香 再倒入猪肉,炒至变色 加入一勺黄豆酱 翻炒均匀,再倒入四肌豆 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两勺食用盐 少许的胡椒粉 翻炒均匀 再加入一碗清水 盖盖大火烧开 汤汁烧开之后,舀出一碗汤汁备用 准备一把干面条 从中间对半掰开 均匀地放在锅中 然后将舀出来的汤汁浇在干面条上面 盖上盖子开中火焖三分钟 时间到之后,我们给面条翻个面 再淋上少许的汤汁 再淋上少许的汤汁 盖上盖子继续焖三分钟 时间到之后,用筷子将面条抖散 再把菜和面条一起翻拌均匀 最后加入红椒丝和葱花 翻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豆角焖面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吃起来鲜香味美 我家隔山菜我就做一次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你也在家试试吧